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再度陷入僵局 这时接到有人报警 长发妹失踪了 但是当迈克和金发妹赶到现场时 长发妹好端端的正在杀着鸡 迈克以为有人谎报 离开了长发妹家里 可当他们在回去的路上时又接到了通知 于是折回 发现长发妹已经躺在了家里 并且头颅已经不在 在现场勘察时 发现井底有一个雪人 而长发妹的头颅在雪人身上 此类案件越发不可收拾 迈克动用了所有警员开展此案件的深入调查 失踪的女性中家庭都不幸福 经常发生口角 而且死之前都曾怀孕 去过同样的一个私人诊所堕胎 都是同一个医生帮忙手术 很快把目标转移到了这个医生身上 在盘问下 医生并没有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 目前医生只是怀疑对象 并不是嫌疑犯 所以不能进行深入调查 这时又传来一起熊杀案件 根据现场勘察 上级领导断定该行为是自杀 迈克找到金发妹 在探讨中 两人都不相信死者是自杀行为 因为自己的父亲也是死于现状 为了将歹徒神之以法 金发妹把目标锁定在了另一名 有名气的大胡子先生身上 为了了解此人 金发妹牺牲了自己 打扮得特别漂亮 与大胡子先生搭讪 很快以自己的眉色诱导了大胡子 丙约好了房间 开完会就会前去 到了房间内安装了自己的摄像机 但是在房间内等待时 突然一个身穿黑衣着的男子 杀死了金发妹 并且取下了金发妹的一根手指 用手指的指纹打开了电脑 删除了所有已知线索 迈克正在楼上喝茶时 看到车子顶上有一个雪人的画 并下车查看 打开车门 发现金发妹已经死在了车内 但是删除了所有的资料 唯一一个视频没有删除 是金发妹和一个男子的对话 迈克从对话中发现了可疑之处 找到了干男子之后 男子说当时见了医生 不是之前的那个医生 而是另外一个合蒙的专家 这个专家一直以来和迈克有着密切的联系 因为自己的女友也和他有着联系 正当有头绪的迈克打电话给女友 可那个医生来到了女友家 并把他抓走 接着又带上了他的儿子 迈克通过卫星查到了医生行驶的所在地 很快来到了偏僻的小屋 因对方要挟女友 三人都被控制 在慌乱中 迈克救下了他们母子 迈克并追了出去 可是迈克不注意中了一枪 当医生向他走来时 跌入了冰层下 其实该医生变成现在的模样 完全是因为小时候 父亲经常虐待他 以至于当着他的面打母亲 后来应亲眼看着母亲沉入湖底 种种事情让他的心灵慢慢的扭曲 环境造就人才 请善待自己的妻子和儿子 别人扭曲的人 火了一生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